山西大同那个刀削面馆重新开业了 很开心啊 这么快这个面馆就重新开业了 现在这个面馆已经稍作装修 重新更名为车厂面馆 然后也把面的详细的价格 每一个辅料的价格又重新做了公式牌 挂在了墙上 然后不出我之前所料啊 这个面馆已经成了一个网红大卡地 虽然他所处的地方不是景区 但是他自己变成了山西大同的一个景区 然后我刷了很多博主 去他们面馆探店的视频 这个面馆早晨四点就开始营业了 早晨四点啊 然后博主问老板娘为什么那么早就要营业 老板娘说下晚班的上早班的啊 一早都要吃面 所以他主要还是服务于矿工群体的 所以之前传说的热议的 其实并没有什么出入啊 这个面馆主要的服务对象就是矿工群体啊 他给矿工群体这么低的价格 也是他们常年坚持的原则 那至于几位外地来的朋友啊 你点了你的面加了你的料啊 该收多少钱啊 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也有博主问这个老板娘 你为什么要退钱 老板娘说是什么意思 说是他们恼了吗 他们生气了吗 我们不会说话吗 所以就为了让他们不生气 就给他们退钱了 所以我不知道有些人是怎么能把这个 无伤不奸啊 丑恶嘴脸啊 这样的词扣到这样的这个小饭馆的老板和老板娘的头上 他们每天披星戴月 凌晨四点起来卖面 一碗面就卖六块钱七块钱啊 他们能是奸商吗 你就是把无理不起早 这句话用到他身上 你都觉得不合适 他骑那么早 他没多打理 一碗面就卖那几块钱 他能挣多少钱 所以我觉得有些人真的不能太过于疑己夺人了啊 你的价值观可能和别人并不一样 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老实八交啊 他就是挣点就够了啊 他就是想踏踏实实的 不想惹什么麻烦 结果有人举着手机拍着视频 做着剪辑 说着谎话啊 就让他关了账 他们还怕那些人生气 怕他恼了 给他们退了钱 说到这我又情绪激动 你们怎么能这么欺负人呢 是吧 所以这次我也很开心 大家很多朋友站出来 为山西人说话 其实山西人这些年受了很多的委屈啊 要不是与灰同圆山西行 要不是黑神话悟空 让山西的这些地上的古建筑 这些历史悠久美轮美奂的 地上的古建筑 让大家再次看见 我们真的很多人对山西的偏见 就是你只有梅和醋啊 山西有三千多万人 他们长期供应了全国很多省市的煤炭 他们卖给外省的煤炭 和他们自己用的煤炭价格都不一样 比自己用的煤炭便宜得多 而且这些煤炭卖出去之后 很多还不能及时结涨 到现在为止 还有很多是白条 这么多年过去 山西地下被挖空了 空气被污染了 很多矿工没有了 但是留下的却是很多人的偏见和不耐烦 所以这次刀削面事件也是一件好事 让大家看到山西这承载了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一片热土之上 这一个一个鲜活的城市 这一个一个鲜活的人 他们可能不善言辞 他们可能不会说话 但是他们一直在默默地做着他们认为对的事情 整个中国北方冬天屋内的每一丝温度都有他们的贡献 所以我们做人要厚道一点 我们做人要善良一点 我们要有感恩之心 我们要有同理之心 我们要对我们的山西同胞好一点 很开心面馆重新开张了 有机会我一定要去吃一碗顶配的刀削面